所以这一张后面我就想要去安排 他是要去在9月到隔年的3月 他要考取6张证照 好 我想用这一张 就是他在这6个月 好像9月到隔年的3月还是4月 反正我半年利用星期六星期天 他要来上课是为了考6张证照 所以6张是哪6张 我就想要加进去 我就想要加进去 这样可以了解 可是这边是不是只有3个 所以你可能会多加变4个5个6个 来 麻烦请回到我刚刚这一页 这一页 第8页 麻烦一样要保留来源格式设定 请选 这个 投影片19 这个投影片19我们要做的是 这个重点叫做团体影视 可以吗 就是在讲 我们要考那6张证照就对了 所以复制他 好 请 请把这个标题改掉 把属右键贴上 好 这边 这边不是3种 这边不是3个 那怎么可以增加第4个 第5个 第6个 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去做这件事情 例如说 选到把它变成一组 就是这个圆圈圈 shift 键 点到这个 然后点到文字 3个把它组成群组起来 Ctrl 加 G 或者是 滑鼠右键 组成群组 可以啊 然后 接下来 麻烦请 复制它 复制 会复制吗 常用理想的复制 然后贴上 然后把它按到适当的位置 对不起 我刚刚没有复制到整个群组 就整个 然后复制贴上 然后 接下来呢 这个 这个 稍微缩小一点 啊 对不起 我这个圆圈圈没有贴到 所以 我刚刚群组少了这个 橙色 所以再群组一次 其实就要群组方式是选到这些内容 然后 选到这些内容 发出右键群组 然后 然后接下来再选它复制贴上 这样才会有一个完整的 好 假设 这也放在这边 那 你是不是会希望 这个稍微转一下 这个黑色 黑色的圆圈圈 这是可以转的 这是可以转的 这样可以了解吗 假设我转到这个地方 那我就必须要往上挪一点 好 这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 然后还要第五个 第五个 然后再贴上 然后把它搬到 例如说这个地方 然后贴上 第七个 然后第六个 调整一下他们的位置 调整一下他们的位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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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里面添加标题 添加标题这个就不用了 因为等一下我不打算 动到这次 我 我只打算 就是拿六项 然后把它放在这个文字里面 那这种方式我觉得我觉得不是很好 我们干脆直接把这个全部都删掉 我们重新用微软公司自己的Smart 因为你再怎么排它可能就是不是很适当 我们把这个部分Delete掉 Delete 插入文字方块在这边请点 你刚刚说什么 谱业 谱业 对不起 业 期货 还有呢 金融 仓 是 契波 头 头盔 因为刚刚那怎么排我觉得都不是排得很漂亮 干脆不要排了 就用它里面的Smart 好 这个 这个 滑鼠右键 滑鼠右键点选文字转换成Smart 然后其他 Smart 所以我们去找 我会选择很多的 像这个 确定 然后把它看到 然后变更一下 然后变更一下 Smart 你会发现,它大概帮你排成一整排 这个时候我们再去动 举对来说,你会希望它往左右也发展一点 这样听得懂 因为它现在排,它只是一个已经自信化排好的内容 但是我还希望再去弹性的调整 所以这个时候,你把这个大小先设定好 大小我大概已经设定好了 好,只是我不喜欢在这个位置,所以我就希望把它排到这里 这个把它排到这里,对不对 好,怎么动,滑鼠右肩 这边有一个叫做组成群组,取消群组 你要先做这件事情,你到时候才比较好去调整它 它这样才打散了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把这个谱物,比如说搬到这个位置 比如说这个,我把它搬到这里 女人放大一点,给你们看我在做什么事 好,比如说这个,我是不是就可以把它搬到这个地方 就不会那么死板板,命邦邦的 这样子稍微调整一下,我觉得会更好看 就是两次的解散群组 好,我们现在再来观看一下 这样子的一个排列的方式 会不会比较感觉又不太一样 这样了解吗? 而且你还可以再增加,看你要增加多少 这个字,你要是觉得你不喜欢这种颜色 因为很多人很喜欢把字弄得很明显 好,所以你针对这些有字的颜色 稍微调整一下 可不可以把字稍微设大一点 可以 好,请看一下 本来本来在这个地方 本来在这个地方 就是说,原本是这样子有文字呈现 现在变成我把办理的时程 还有重点是让团体应试 然后于每年的几月到几月之间 我们要分别考取这几张 是不是又做了另外一个项目的说明 对了,这边要 因为它时间是9月到次年的3月 所以要麻烦请你这一段要继续复制 复制,然后贴到这个地方 好,那相对的 相对的,我们就必须要把这一个也搬家了 这一个 对,这一个也把它搬 可以吗?那期货 把它搬到,比如说这个位置 反正你怎么搬都 会比刚刚那个好看多了 让别人一看就可以看懂 我这个团体应试 我要,因为你要告诉别人重要的知识 我要考这6门,不是1门 然后时间是9月到4年3月 6个月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说这样子的资讯 是不是全部都呈现在这张简报里面呢? 我这可以拍摄 我这个情况 不准备 我妳要保持